有一个同学这个问题问的很大 他问我讲说 GDP就是国民生产毛额跟股市 还有呢跟利率相互之间的关系 我们今天呢先回答一个问题 那什么问题呢 上一集的影片里面我讲了说 这一天的股价的震荡幅度呢 有可能会达到30% 40%之多 那很多同学呢就开始指正了 什么是30 40% 一天就只有20% 涨停板10% 跌停板10% 加起来20%吗 没有错 这个框框是只有20% 可是呢我也没有错 为什么没有错呢 很简单 我现在假设 今天呢这档股票开平盘 开平盘之后呢 开始往上冲 拉到涨停板10%了 再打到跌停板20%了 10%加20%就30%了 如果呢尾盘的时候再拉起来 再拉到呢平盘是多少% 40% 有没有出现过这种状况 我跟你说 民国七十几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涨跌停板的幅度 是从3%到7%都有过 我们就算7%好了 那个时候呢 天王主力雷波龙 他的股票 没事就跟你来28% 开平盘拉到涨停板7% 打到跌停板再加14%21% 收盘的时候又拉回平盘28% 大家讲的是死的一个框架 我讲的是活的 这样大家了解了吗 开始进入正题 有一个同学哦 这个问题问的很大 他问我讲说 GDP就是国民生产毛额 跟股市还有呢 跟利率相互之间的关系 我勒 这个问题大了 那么我们先讲股市为什么会涨 两个原因 第一个钱多 第二个经济景气好 那钱多不多 跟利率有直接的关系 比如说现在我们去银行呢 存定存 一年期的定存 那个年息多少 百分之零点几 这利率很低 所以呢 把钱摆在银行定存里面 根本拿不到利息钱吧 你一年存一百万 大概拿几千块利息 请问一下 物价的涨幅有百分之零点几的吗 每年的物价涨幅 平均起来也大概百分之二左右 所以呢 就变成怎么样 把钱摆在银行里面 这个时候 你的手上的财产 它是会变成负成长 你存的钱越来越少 你的存款会越来越少 所以呢 大家就怎么样 那我一定要想办法 把这一笔的钱呢 做最大的利用 让它能够钱生钱 让我们能够有被动收入 那怎么办呢 就跑去买股票啊 跑去买ETF啦 或怎么样啦 就做一些活用的投资 这样子一来的话 股市里面的资金是不是就多出来了 这个就变成一个资金行情 这就是呢 利率跟股市之间的关系了 那么呢 利率呢 它降低的时候 对于经济景气 有没有帮助呢 当然有帮助 因为利率低嘛 就把钱呢 从银行里面拿出来投资股市 另外呢 还有一种投资方式呢 直接投资到企业里面去 那只是直接投资 或间接投资 差别在这边 那不管你是投资在股市里面 或者投资在企业里面 这些钱到最后都到谁手上 都是到这些公司的手上 那么他拿到这些钱做什么 他去投资 他去呢 买厂房 他去扩充他的生产设备 那就增加生产 那这个公司的营收就成长 那就业率就会提高 因为呢 你公司在成长的时候 你一定会多招募员工嘛 那你员工越来越多 那就业率就越来越提高 那么GDP呢 就开始往上走 我们现在假设 你本来是没有工作的 你现在有工作了 而且呢 还年年加薪 开始有钱可以储蓄了 那储蓄起来呢 你又不会摆在银行嘛 所以呢 你又把这钱拿出来 可能去买股票啦 可能再去转投资一些企业啦 这样子一来的话 国民生产保护 就会一直往上走 就变成一个良性循环 然后呢 大家都赚到钱了 又跑去买股票了 所以股市呢 又起来了 所以这一个就变成呢 资金开始比较活络的时候 然后经济景气开始成长 经济景气成长了以后呢 大部分的这一些的个股 他们的营收跟盈余呢 都在成长 你买股票 你是买什么股票 你是买成长型的股票呢 还是买衰退型的股票 你当时买成长型的股票 所以整个的国家的经济景气 一直在往上走的时候呢 那么大家都会充满希望 因为呢 这一些的个股 他们赚到钱 赚越来越多 那他们就会开始配息啊 然后呢 他想说 哦 这家公司今年配息的殖利率呢 高达6% 银行的这个定存的殖利率 才百分之零点几而已 那我当然去买股票啊 我参加配息啊 所以呢 这个钱就一直滚进股市里面 这个就是所谓的景气行情 所以呢 股市里面有两种行情 一个叫做资金行情 一个叫做景气行情 那这个都跟资金 其实是有直接关系的 那资金的多少呢 跟这个利率的高低 其实也有一定的关系 当然资金的多少 除了利率之外 还有别的因素在里面 譬如说 专案银行释放出一些资金出来 那么也可以制造一个资金行情 所以呢 现在大家就知道了 GDP跟股市 还有利率互相之间的关系了 那我们再讲个更简单的 就是理论上来讲的话 当利率开始降低的时候 那么股市就准备要开始起飞 反过来讲 当利率提高的时候 股市就准备开始下降 那这个是利率跟股市的关系 那么利率呢 跟经济景气的关系呢 跟股市的关系是相反的 就是呢 利率降低 经济景气就有机会上来 那利率提高了 经济景气就会受到压抑 经济景气跟股市之间的关系呢 它是正相关 经济景气好 股市上 经济景气不好 股市下 就是这样子 有没有很清楚 我都觉得很清楚了 那还有同学就提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 美元指数的高低 不是呢 由联准汇来决定 而是应该由呢 全世界的汇率市场来决定 汇率的高低 那么我在这边跟大家讲 由全世界的汇率市场来决定 某一个国家汇率的高低 这个是个原则 可是呢 真实的世界是这样的吗 大家可以看一下 美国呢 每年都会指责一些国家 就说 哎 你们是汇率操纵国 包括台湾在内 可是呢 我觉得美国才是最大的汇率操纵国 所以说央行或者是美国的联准汇 能不能够呢 操纵汇率 当然可以啊 那个工具很多啊 最简单一个工具 它呢 只要把利率稍微动一下 美元呢 就可以升值变值 简单的讲 我今天把利率提高了 在外面流通的这些美元 就回到银行里面去 就把它存起来 那么市面上的资金 是不是就少了 因为呢 银行收到的钱 它必须要提拨一部分 到联准汇里面去 做存款准备 所以呢 这个银行收的钱越多的时候 也就表示呢 越多的资金 会回到联准汇的手上 把它控制起来 市面上的资金就少了 市面上的资金少的时候呢 美元就会升值的 所以说是可以控制的 当然还有其他的方式 台面上公开的 还有呢 台面下的隐蔽的 各种的手段都有 所以不要说央行 或者是联准汇 不能操纵汇率 是绝对是可以 只是说要不要 还有呢 公布公开而已 以上呢 希望我的回答呢 能够让你满意 中天财经频道上线楼 房价会涨还是跌 该不该出手 台股该进场还是卖出呢 基金外币 黄金比特币 如何买卖赚钱 怎么玩车最酷炫 购车保养药 注意什么 最厉害的专家群上阵 飙风直帅车手 2021全新登场 记得订阅 YouTube中天财经频道 有CTI小经地图样的 帮我们按赞 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